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明杨 那今天我们现在跟大家玩一个非常有势的小游戏 你可以看到这个玻璃杯 桌子上有一个玻璃杯 对吧 玻璃杯上面有两棉银币 这样一个游戏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给你打个赌 如果你能够办到的话 待会请你喝一杯奶茶 好吧 游戏规则是这样 你能不能用两根手指头 一次性拿起这两根银币 有没有可能办到 试一下 来 试一下 我想到了 嗯 可以用两只手啊 两根手指头 两只手每只手出一根手指头啊 说不定可以把它挑起来 那就不是 只有一只手的哪 一只手上的两根手指头 一次性拿起两根银币 有没有可能 想不到 那我们直接来 好 如果我要去办到的话 你要请我喝奶茶 你就奶茶泡汤了 我不请 不请是吧 你不相信我 我只是不想请你喝 好 等一下啊 两根手指头 好第一步 就这样啊 对 是不是被骗到了呢 这个是非常适合大家 查一番后 跟同学们 跟朋友们一起打个赌 好 那我们来直接进入这个教学吧 好 那这个教学 刚刚那个不算教学吗 刚刚那个是我的效果而已 我们直接进入教学 那这个呢 首先玻璃杯 把它上面 这样放一笔 然后呢 你要给观众试一下 它肯定是 你要给它讲清楚 只用一只手上的两根手指头 一次性拿起两根银币 它肯定拿不起来 它肯定拿不起来 我想马上就要挤 啊 真正做到的方法 你刚刚那个 可能会有人想得到 真正做到的方法是这样子 沿着手先把这两根银币打住 然后沿着手 慢慢地往这个杯果滑 往下拉的时候很慢 然后整个往后面 往下滑的时候很慢 然后整个往后面拉的时候 然后整个往后面拉的时候 还演 它就会被你带过来 就会粘着手 就会把两根银币 粘着在你们手上 那这个就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一级类的游戏 希望大家能够过去 学会之后跟朋友们一起拿过去玩 什么样的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期的魔术 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视频下方 可以点赞 这期到这里 下期我们见 再见